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25号下午就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行第一次集体学习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 党的二十大在政治上、理论上、实践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就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制定了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 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李强 赵乐际 王沪宁 蔡奇 丁薛祥 李希 就深刻领会和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谈了体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 他指出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首要政治任务 中央政治局要带头抓好全党全国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广泛深入为广大干部群众所了解和掌握 习近平强调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在全面学习上下功夫 只有全面系统深入学习才能完整准确全面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 对是什么干什么怎么干了然于胸 为贯彻落实打下坚实基础 首先要读原文物原理 领导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报告 同时要把学习大会报告 同学习大会系列讲话和相关文件结合起来 同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精神结合起来 联系着学 新时代一来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十分生动的 我们的学习也应该是生动的 不能仅停留在记住一些概念和提法 要紧密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联系这些年来 我们走过的极不寻常 极不平凡的历程 我们走过的极不平凡的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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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